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其实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于色情行业的管控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美国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跌入桃色深渊的 美国的情色历史又是怎样的 一 美国早期的情色发展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他们曾经只是欧洲各国的殖民地 直到1776年7月4日 才通过独立宣言成功建立国家 并且在日后的发展中持续扩张 一步一步成为了世界一流强国 美国建国 早期美国本土的清教徒思想根深蒂固 人们对性避而不谈 提倡境遇 但是性本就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是很难去真正压制的 随着宗教对国家影响力的减弱 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也逐渐崩开 早期的美国印刷行业 打响了美国情色化的第一枪 在指制印刷技术普及之后 各大报社为了提高自己报纸的阅读量和购买量 纷纷在报纸和书籍上印刷情色内容 美国早期的情色插画 这一招的确促进了指制媒体行业的发展 同时也让性开放的观念 第一次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生长 在美国内战之后 国家经济引赖了平和稳定的发展期 常言道九族饭饱私盈喻 美国人在内战之后 迎来了一次娱乐业的腾飞发展 情色行业也从简单的报刊 发展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既然这样的场合 几乎在每个国家的发展当中都会出现 美国当然也不例外 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人民有更多的钱去追求和享受 所以19世纪的美国 也出现了大批妓院和皮条客 显然情色行业的发展 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利的 毕竟妓院并不属于国家管控 所赚的利润也会揣到个人的钱包 这对于国家经济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美国早期妓院 而且某些妓院的组织者 为了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不惜采用人口买卖 甚至盗窃人口这样的手段 来扩充手下的妓女 严重影响到了社会治安 最重要的是 情色行业的蓬勃发展 会在社会上树立起一个不好的风向标 对于正常的价值体系和金钱观念来讲 是重大成绩 所以美国政府必须出手 对情色行业进行管控 二 野火烧不尽的美国情色 为了打击日渐嚣张的色情行业 美国政府率先从纸质媒体入手 禁止报纸和书刊 刊载不得体的文章和图片 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很多清教徒的支持 他们信仰坚定 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极其罪恶的 相信是座洪水猛兽 对社会上的开放态度抱有很大的不满 美国早期清教徒为了配合政府工作 一个名叫安东尼·唐斯托克的人站了出来 成为了南北战争后 美国最著名的反皇战士 他一边协助政府对印刷品进行封禁和销毁 一边又向国会举报邮件 认为政府应该插手到公民的邮件当中 进行信息筛选 安东尼的出现很大程度上 打击了美国情色行业的发展 1874年 安东尼和他的组织 总共销毁了13万本有情色内容的书籍 和约20万张有情色内容的画报图片 安东尼·唐斯托克除此之外 安东尼还一手推进了唐斯托克法的出台 这个方案直接禁止了避孕用品的出售和邮寄 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情色行业的发展 但是 安东尼显然有些一刀切了 在他的理念之下 正常的性行为甚至都要被扣上帽子 人民的生活再次回到了苦修一般的清教徒时期 社会上积攒了很多不满的情绪 安东尼·赵 在安东尼的主观异断之下 美国的印刷行业迎来了寒冬 报纸变得枯燥乏味 编辑们小心翼翼的措辞 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对 被认定为情色宣传 最终 美国社会爆发了一场性混乱 安东尼这边反对避孕和堕胎 认为性行为必须要带有生育的目的性 但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女性站了出来 要求得到避孕和堕胎的权利 反对社会将信是做如此黑暗 期间 无数性解放主义者被捕 但是他们前扑后继的反抗意识上的压迫 一位叫做安吉拉的女性在1989年写道 抽动 亲吻 都是指引性的灯塔 不受环境所影响 多数美国人反对将信一刀切 安东尼的暴政的确打压了 美国情色行业的发展 但是却也导致了正常公民的生活受限 是对社会发展的阻碍 反对的声音一次一次变得更强 美国政府也选择放松管制 解放了性压迫 在这之后 美国情色行业卷土重来 他们藏身在暗处 随着时间继续发展 三 嬉皮式运动和进一步性解放时间 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在二战当中出了很大的力 但是他们的本土并没有受到战火摧残 因此经济状况相较于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讲 好的不止一星半点 二战美国争兵化 而战争之后 美国的情色行业也迎来了进一步的发展 各种色情场合和情色行业工作者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似乎是在庆祝战争的结束 然而 热战虽然结束 但是冷战却又悄然开始 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陷入了和苏联的疯狂军备竞赛当中 并且没能逃到什么便宜 苏联人动不动就把核弹搬出来 屡次三番地威胁美国 造成了社会上的极大恐慌 人们不再忠情于从事生产和工作 毕竟现在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 工作又有什么用呢 想了为上的美国风气 与此同时 美国又发动了越南战争 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拖入了战争泥潭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 丧失了对生命和生活的热情 忠情于音乐 摇滚 性爱 毒品 这些能够带来短暂欢愉的东西 这些年轻人 在后来被人们称为西皮士 而他们也有另一个名字 垮掉的一代 西皮士运动的真正内涵 其实就是享乐主义 他们认为人生苦短 须及时行乐 不能被生活的枷锁 政府的管教所束缚 今天的快乐大过明天的温饱 西皮士运动著名标语 Make Love Not War 一开始 西皮士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反战积极影响 但是享乐主义 很快就使得这个运动变了位 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 不再关注运动背后的内涵 而是只追求于表面的享乐 滥交行为在这些年轻人当中 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渐渐的 秦瑟行业渗透进了西皮士运动当中 他们在安地里将性行为明码标价 而当时的美国政府 也无力对他们进行有效管制 秦瑟行业也就逐渐在现代美国 站稳了跟脚 混乱的西皮士聚会 西皮士运动带给了秦瑟行业发展的机会 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出现大规模性病传播 美国针对成瘾类药物的管制 也自此一泻千里 秦瑟也逐渐和毒品绑定 给美国后续的社会治安 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四 互联网时代的美国秦瑟互联网问世之后 秦瑟行业找到了一个新的土壤 互联网用户获取信息的方法多样 难度极低 对于秦瑟的需求 也直接体现在了互联网上 因此 美国秦瑟行业抓住了这个机会 建立了大量成人网站 这些网站当中有的靠会员制贩卖影片 有些则是打着婚恋网站的名头 靠用户付费来安排特殊约会 2013年美国色情博览会一时间 秦瑟网站将美国互联网全部霸占 各种小广告跳转 软病毒植入让用户们苦不堪言 根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 美国秦瑟网站总数占全球的51% 就连AV产业极其发达的日本 在秦瑟网站上也只能排第三的位置 美国的秦瑟网站之所以能够如此发达 是因为美国互联网发展起步时间早 用户基数大 并且在互联网早期发展当中 缺乏对秦瑟网站的管控 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不过 美国有关部门也一直没有放弃 对秦瑟行业的打压 即便他们已经扎根在网络身处 世界最大的色情网站Pornhub 因为网络的出现 让视频图片 以及各种信息载体 能够长时间的保存 这是一柄双刃剑 不仅能够记录 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信息 同时也会让秦瑟产品 变得更难销毁 在返黄都是安东尼那个时代 人们返黄只需要将不良书刊和图片烧毁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一旦被上传到了网络上 就有了被复制和传播的可能 根本无法追根溯源 而且 人们的猎奇心理 导致色情网站上出现了大量虐待 非自愿性行为甚至恋童的视频 这种视频本身代表的 就是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向社会传播的更是不健康的价值观 互联网情色势不可挡 正因如此 美国人才会对情色行业的发展 进行疯狂打压 但是这条路显然不是这么好走的 五 美国情色的未来首先 性开放的观念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美国人的骨穴当中 他们将性行为看得很淡 这是百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 世界现象级美剧《老友记》当中的六位主角 在十年时间当中 总共有135个性伴侣 足以可见美国人在新问题上的开放程度 现象级美剧《老友记》 政府为了对这种过于开放的性观念进行管控 将文艺作品进行了分级制度 R级、B级、PC级 这些分级制度用年龄将观众进行筛选 设置了观影门槛 但是 这样的门槛显然是没有用的 美国的青少年即便年龄不够 也还是能很轻松地收获限制集影片 除此之外 美国政府也没法去关停脱衣舞俱乐部 夜总会 这样的软色情场所 因为美国的50个州都相对独立 各种法案皆不相等 联邦没有办法去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美国州法各异 管理混乱而在网络色情上 美国人也是下足了功夫 但是他们却无法对这些网站进行更好的管控 因为美国人所看的色情网站一般都不在美国 举例来说 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Pornhub是在加拿大成立的 美国法律也不可能把手伸那么长 对其进行管制 像Pornhub这样的网站还有很多 美国人只能呼吁 但却无能为力 不过近几年来 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人们 对性也逐渐重视了起来 恋童虐待等行为 在一般的色情网站上也被禁止 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吧 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 软色情以及纯色情已经成为了美国经济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情色集会在美国内华达州 嫖娼和卖淫甚至是合法的 当地的合法妓院成为了内华达州特色产业 全美最高素质的妓女都会聚在此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